第一次参加斯巴达勇士儿童赛 我都看泪目了 当天下着萌萌细雨超级冷 别说有障碍了 正常2.8公里 他都不乐意跑 他总共只有30斤 他得抱起将近20斤的东西 这么冷的天肚子都湿了 我真的超心疼 这个关卡他湿了好多次都失败了 路途上每隔一会儿就有一个孩子在哭 才到达终点的那一刻 小小的背影我都要哭了 当时其实整个环境 天气是特别冷 其他工作人员全部都穿的羽绒服 我看着以他那个身高 估计得到肚子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觉得蛮心疼的 我们是做好心理准备 他是可以放弃这个事情的 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无论说这个事情能不能过去 我觉得对他自身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他人生中后来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介入的 让他自己去面对成功或者失败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堂课 我都很感动 后来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讲 你还记得我上一次吗 我当时就过不去 后来我一直试就过去了 就是那一关意义真的非常重大 太冷了 他当时应该就是很委屈 回过温来以后 他超级自豪 然后他拿着那个奖牌 就是一直捧了很久很久 小狗 那这一关是什么 我能做的 我能做的